伊朗扣押英国邮轮未遂 其真实意图是什么 美国的如意算盘又打翻了 从近期的新闻来看 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震撼 似乎效果并不大 伊朗依然是铜墙铁壁 伊朗正逐渐跳出伊核协议框架 扭转被动局面 这个方式虽然危险但是有效 不过美国绝不允许被伊朗牵着鼻子走 这时候小弟就派上用场了 不久前英国在美国受益下 扣押了一艘伊朗巨型邮轮 此前美国全面禁运伊朗原油出口 只存在于书面上 依然有其他国家源源不断进口伊朗石油 美国此举也是为了给这些不听话的国家一个警告 这引起了伊朗的震怒 并仰言将扣押英国邮轮给予报复 果然伊朗行动了 近日据美媒报道称 有两名美国官员透露 美国一架飞机在波斯湾海域上空巡逻时 发现英国一艘邮轮被伊朗革命卫队 五艘武装船围堵并试图扣押 或许是心虚怕伊朗报复 英国邮轮附近就有一艘护卫舰 随后护卫舰将炮火对准伊朗船只 并要求伊朗军舰退后 之后伊朗就这么撤走了 伊朗连美国无人机都敢打 五艘军舰会怕一艘护卫舰吗 更何况事发地就在伊朗家门口 志愿很快就到 伊朗多次强调 其反舰导弹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绝对威胁 不然伊朗也不会兴致淡淡称 有能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很显然 伊朗并非是怕英国的一艘护卫舰 或许它的意图根本就不是扣押英国邮轮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伊朗曾有意义霍尔木兹海峡 向对伊朗不友好的国家收取过路费 随后美国意图组织多国联盟 确保在中东海域的航行自由 俄媒认为美国真实意图是 将搜捕伊朗邮轮的任务外包给盟友 彻底封锁伊朗石油出口 美国官员认为 伊朗这是骚扰 企图干扰英国邮轮通过 伊朗方面也表示 以后英国通过该区域时 都得带着护卫舰才行 因为伦敦害怕了 很显然 伊朗并不想发生冲突 但其行为将让想加入多国联盟的国家 有更多顾虑 美国的计划或许又以失败告终